等 等 是冯夕 我会武功 接剑 什么是个女人 她的什么必要 上 好 你还好吗 我没事 大人 你还好吗 大人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靖大哥 之前这些刺客的尸体先留着 好 区钱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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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不错 你先去哪儿 多时候 帮我一路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是谁 我只能说 我跟刚刚那些刺客不是疑惑的 但我究竟是谁 我无法回答你 这么说 我还要感激你的救命之恩咯 你早就在周围布下了人手 不管我出不出手 你都可以抓住那些刺客 小王 你也不是一无所知吗 这笛子神奇 竟能自明了 这笛子似乎是我的东西 可是我的脑海里 一点关于它的记忆都没有 谢谢你的衣服 我想我该离开了 不如先留在我这儿养好伤 至少你的伤是为我所受的 上好的金冲药 大人 陆远潼明日就会道出名义了 据探子来报 随行军数万之重 陛下计当陆远潼已久 这次照他如今 就是想学他兵权 而陆远潼此行带数万大军 意图也很明了 迎接陆远潼这产事 别的官员避之不及 大人为何要自见 为了我们所图这大计 我必须这么做 才能登上陆远潼这艘大船 成风破浪 那他呢 来历不明 面孔生术却武功高强 一定是谁派来的细座 不得不放 他的身份确实可疑 靖大哥放心 若他是细座 我也让他为我所用 留下他 我自有分寸 说得不出声音 却能自鸣 原来说得不出声音 冬青花 我心里还不知 我心里有什么 她的声音 我心里拥有她 她的声音 想不出声音 姑娘真的什么都记不住了吗 包括自己的名字 一个人活在这世上 若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岂非草木一般 总要有个名字的呀 不认识吗 风前月下 冬青花开 不如叫你 冬月 冬月 若你在世间无所依邦 他日可来京都冯府寻望 你要走 在下有要事在身 不过姑娘可以住在这里 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 玉牌上面有 冯夕 今夕何夕的夕 老先生 这笛子吹不出声 麻烦帮我看一下 姑娘 你的笛子不是凡物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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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妖物 妖物啊 妖物啊 你一直有 妖物啊 英国的誉奴 这等红师 奸臣冯夕霍乱朝綱 党政愈演愈烈 定远侯陆远通趁机起兵 以亲军策之名发动战争 从此天下 分崩离席 民不聊生 尔玥 尔玥 若是能回到 战争之前该多好 我想再看一眼 看一眼那个太平盛世 温惜 我不会让你死的 这笛子里有我仅剩的灵石 往后的日子 你带着它 可护你周全 我会用莲藕为你做一副神曲 送你回到战乱前 我这缕残魂 只能陪你到这里了 愿你一时长安乐 为之今夕事何夕 我 我真的回到了八年轻 若你在世间无所依奉 他日可来京都冯府寻我 冯夕 今夕何夕的夕 冯夕 原来你就是冯夕 那个和陆远潼内外勾结的 奸臣冯夕 那场战争 跟你也比也不尽干系 我记得京都杂谈曾记载 启元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礼部司务冯夕奉命 与竹鸣义英定远侯陆远潼入侵 一年后定远之弯爆发 尔玉 我若能杀了陆远潼 定远之弯就不会爆发 那些无辜的灵民百姓 就不会遭此劫难 既然我回到了 战争爆发之前 那么陆远潼必须死 现在杀了你 一样可以跟相爷复命 给我砍了这个狗关 不用留红口了 我抬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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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不许出声 你和昨日看起来 完全不同了 那是因为昨日 我没想起来我是谁 更没想起来你是谁 你当真是左相的细作 看来左相识人的眼光不错 今日我有要事要办 看在你救过我一命的范城 我放你一马 最好不要坏我的好事 是你不要坏我的好事才是 大人 定远侯大军已过关爱 马上到驿站 知道了 大人 放手 让你的手下 把弩箭对着门口 只要陆远潼进来就杀了他 否则就是你死 杀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还不照顾 把弩箭对着门口 好 定远侯大军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 这笛声 好像只有你我能听见 闭嘴 你这个大奸臣 大奸臣 只可惜我的官还不够大 一年之后 你会危及人臣 但你会在巅峰时期 死在洛远潼之手 我命有我 冯婧 带下去 冯婧 你就是冯婧 冯婧 你今日会死在竹民意 冯夕 你若出去接洛远潼 冯婧今日就会死 拖下去 是 李官在哪儿 怎么还不出来迎接 把人给我交出来 是 李官呐 陆大人已经到了 还不开门应接 还不开门应接 你去找人 你会死太多了 我不开门应该怎么办 你不能再找人 帮助 你一人 快要走 你别急 你快要走 你快要走 侯爷 也是为了害侯爷您 我奉皇命迎接侯爷 我死在这儿 您自然脱不了干系 若是侯爷被冠上杀朝廷命官的罪 那夺您手里的兵权 岂不是顺理成章了吗 为了本侯 冯大人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不过是见面礼罢了 礼盛往来 冯大人想得到什么 我想和侯爷谈笔买卖 你口气不小啊 敢跟本侯做买卖 侯爷身处的事 保护人生 他把门的区别不是 我想和你修家 你们准备好了 优优负人 好好记住 你愿馬上 你又能让他 葬来 或者有效 冯德仁 想和我合作 你还太嫩了 宏图霸业 白骨累累 能够一解侯爷愤懑 他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这儿 冯婧 你就是冯婧 冯婧 冯婧 你若出去接陆眼瞳 冯婧今日就会死了 靖大哥 我不会让你孤独离开的 我保证 小兄弟生得皮白嫩肉 不像是跑江湖的 天生晒不黑 也不能怪爹娘啊 哪里走马学呢 金门的手艺 沿途困固饭吃 会看相算卦 那就劳烦小兄弟 也给咱们瞧一瞧 不像是一瞧 今天是极是凶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董下 这是咱们派去杀冯夕的 是吗 都要帮你 你会儿一人 幻屈不是在秘室 不是 对 都会是 都被你 一记不成 再是一记 看来左相这次是铁了心的 要把我和陆远潼置于死地 要把我和陆远潼置于死地 是他 听闻定远侯风尘仆仆自沙场归来 小女子特意准备了剑舞一支 小女子为何红纱遮面 回侯爷 小女子曾经发誓 一定要见到 自己命中注定的如意郎君 才能接下面纱 既然如此 我便奏一曲战曲 为青竹姑娘出兴如何 多谢冯大人 既然是可见的 有点不错 十五分 horizon 即将说 准备把枪下 身体 藏法 最后 团队 有点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次这么好的机会 我一定要杀掉陆远潼 且不管我是不是你的如意郎君 因为你 我要定了 来人 把他给我放回房间 可能好了 是 是 你当真能帮我除掉这个安侯 我会借一把刀 谁的刀 天子的刀 我答应你 事成之后 尚书之位就是你的了 大人 大人 清竹被人打晕在房里了 连衣服也被扒了去 刚才舞池上跳舞那人 又是何人呢 我也不清楚 不 既然那人不是清竹 那可能就是个刺客 给我搜 是 是 人呢 你也看见了 我以为那个女子就是清竹 才把她关到房 还把她绑得结结实实的 你也去找找看 不要让曾废把那个女子抓了 好 因为你都会被装了 将军 没有 方将军 这里也没有 平康芳早已被围得密不透风 那你应该还在这里 那你应该还在这里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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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看不出来 我是在帮你吗 你跟陆远潼是一路货色 你多次阻止我杀陆远潼 今日 我就先杀了你这个绊脚石 这是 什么东西 迷烟而已 降降你的火气 卑鄙 将军 马车里没有 走 马车里面 追 马车里面 找人 好 喝 宝贝 都 好 太后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带我去哪里 你放心吧 我会保证你平安的 你要么杀了我 要么放了我 要不然都我缓过来 我一定先杀了你 你为何执意刺杀陆远潼 带兵谋反的理由还不够吗 是 我就不信刺客能让翅膀飞来 给我搜 是 我这个人没那么大的雄怀 不能理解 你当然不能理解了 陆远潼后国殃民 会导致天下大乱 多少无辜百姓 都会死在她的手中 这样的理由够了吧 就说 赵妃就在前面 好 你要杀陆远潼 可陆远潼更想杀你 你当真有不死之身吗 这是冯大人的车 你瞎了吗 让开 别逼我动手 怎么了 赵妃将见笑了 内子指我入平康坊 气冲冲地前来寻晦气 我也没办法 赵妃将 不会要一直看下去 看遍我夫人的全身吧 走吧 来 我好像又救了你一次 你还要杀我吗 停车 你可以考虑一下 留在我身边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你这个千古宁臣 已经被载入史册了 我可不想跟着你遗臭万年 冬月 这几千真历 прид不动手 你还还还还还还呢 这几千万年 他已经在走 你还可以 还会有什么非 所以你还没有场 你还要是你还要 我还要是你还要 我还要是你再明硬 我还要你还要 小叔 你怎么了 他说 荆大哥会死 那天夜里 荆大哥果然被害死了 他还说 一年之后 我会被陆远潼杀死 现在又说 我会载入史册 遗筹万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多次阻止我杀陆远潼 今日 我就先杀了你这个绊脚尸 这是 什么东西 迷烟而已 降降你的火气 卑鄙 将军 马车里没有 走 哥 孙黄 百孙 九 八 方 education 你要带我去哪里 你放心吧 我会保证你平安的 你要么杀了我 要么放了我 要不然等我缓过来 我一定先杀了你 你为何执意刺杀陆远东 带兵谋反的理由还不够吗 我就不信刺客能长翅膀飞了 给我搜 是 我这个人没那么大的雄怀 不能理解 你当然不能理解了 陆远潼祸国殃民 会导致天下大乱 多少无辜百姓 都会死在他的手中 这样的理由够了吧 小叔 三妃就在前面 小叔 三妃 小叔 三妃 你要杀陆远潼 可陆远潼更想杀你 你当真有不死之身吗 这是冯大人的车 你瞎了吗 让开 别逼我动手 怎么了 总统要杀了 赵副将 见笑了 内子支我入平康坊 气冲冲地前来寻晦气 我也没办法 赵副将 不会要一直看下去 看变我夫人的全身吧 走吧 日十妆 家伙人 代 evل 他 我 我好像又救了你一次 你还要杀我吗 停车 你可以考虑一下 留在我身边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你这个千古宁臣 已经被载入史册了 我可不想跟着你遗寿万年 冬月 多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是他 听闻定远侯风尘仆仆自沙场归来 小女子特意准备了剑舞一支 小女子为何红纱遮面 回侯爷 小女子曾经发誓 一定要见到自己命中注定的如意郎君 才能接下面纱 既然如此 我便奏一曲战曲 为青竹姑娘出兴如何 多谢冯大人 小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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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小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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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给我放回房间 啃好了 是 是 你当真能帮我除掉这个安侯 我会借一把刀 谁的刀 天子的刀 我答应你 事成之后 尚书之位就是你的了 大人 大人 清竹被人打晕在房里了 连衣服也被扒了去 刚才舞池上跳舞那人 是 又是何人呢 我也不清楚 既然那人不是清竹 那可能就是个刺客 是 给我搜 是 人呢 你也看见了 我以为那个女子就是清竹 才把她关到房 还把她绑得结结实实的 你也去找找看 不要让曾废把那个女子抓了 好 将军 没有 方将军 这里也没有 平康方早已被围得密不透风 那你应该还在这里 老板 这伞这么好看 怎么都不要了 一看小哥你 就是外地来了吧 这京都都大旱三个月了 谁不知道啊 你说还要什么伞 有什么用啊 大旱三月 启元十四年 今日初几啊 今日楚暑 七月十一啊 老板 这伞我拿一把可好 随便拿 随便拿 谢谢啊 我记得京都杂谈曾有 记载 启元十四年 楚楚大雪 百年一日 解了京都大汉的围 看来 近太史局有望吗 三曲不渡相思梦 估计一好 难道是在等着对峙吗 是 大人 礼部问责的文书 又到了 文书是吧 这傻笨蛋 要不您去求求 里边那位贵人 求他 他能有什么用 一个皇子 朝中的事说不上话 就知道躲在这里写青词 还真以为这样就能下雨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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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来了个少年 说自己有观天占补之闹 你傻呀 我们这里每个人都这么说 才进来的 好 快开开开开开 好 等等 让他进来 是 请 大人 人已带到 大人 有什么办法求雨啊 大人 您不用求雨了 今日是七月十一 晚间会天降大雪 进都之困 历时可见 下雪 七月 拖出去 拖出去 走 大人 您相信我 此天上身为罕见 百年难得一遇 快快快快 大人 快快 大人 您相信我 今晚兵会天降大雪的 走啊 大人 快走 大人 请您相信我 请您相信我 今晚兵会天降大雪 大人 何人喧哗嚷嚷 打扰殿下写青词其福 好 青小姑娘 莫怪 这个人胡说八道 我正立马把他给撵出去呢 快快快 姑娘 请你相信我 今晚必定会天降大雪 小人愿意向上人头担保 太史令大人 你看他如此笃定 不如多留半日 看看是否真如其所言 这怎么可能呢 姑娘 是冯夕冯大人 举荐小人来的 他说太史局 可以收容小人 太史局隶属礼部 搬出冯夕这个侍郎来 或许有用 这是 冯夕的令牌 正是 太史局妙小 容不下你这样的才高之人 来人 请这位仙人数据 姑娘 走 大人 请你相信我 今晚真的会去降大雪的 我前些时候定了几十笔 你帮我去主缘房取一下吧 那殿下你小心 我速去速回 嗯 小兄台是异乡人吗 公子真是眼尖 不是我眼尖 如今京都大旱 也只有一乡人 会出门带散 所谓未雨绸缪 纵使此刻明月高悬 安知下一刻 不会有狂风宇宙 嗯 快点 你来个人 我出现了 你来过来 老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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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殿下 殿下 你别挥头 你球服都湿了 又破破烂烂的 不如换我的便服吧 我放在这儿 好 冬月就是女儿身 殿下 多谢三殿下救命之恩 我先去 冬月 难道 真的是这水牢救了你一命 殿下有所不知 我这身体异于常人 伤口遇水就能复原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真是个奇人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 殿下 你真好 还不太后 小叔 你不是说左相这人 万万不能得罪吗 怎么还是来了 我只不过看一眼犯人 左相应该不会怪罪于我 我还以为你要劫狱呢 带上我也算是个帮手啊 听说冯大人 最近在办安侯的案子 没想到这么晚还不睡 来夜访大理寺啊 冯某答应过陛下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罪之论 有趣 本皇子也答应过自己 绝不让大理寺严行拷荡 冤枉一个无辜之人 那冯某驻殿下心愿大成 三皇子既然来过 想必冬月应该无大碍 走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不妨告诉你 我与三皇子交恶 他要救的人 我偏不放 急着打 是 别动 我自己来 我死就会 他要救谁 我死就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死 我不能就这么死了 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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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来 我带你去见太医 来 来 殿下 只要身自带走范蕊 陛下会责怪你的 你都这样了 我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啊 殿下 我真的没有帮安侯冒犯 我知道 我信你 不行 就算被陛下责罚 我要带你去见太医 来 殿下 我不需要见太医 我只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那你快说 我怎么样才能帮到你 你帮我去跟严陆说 冬月万里也不堪 不肯照顾 将它打入水牢 你疯了吗 快去 这 好 你等我 小叔 到了 给我备车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 别问 随我去就是了 小叔 以前你也教过我 遇事不要慌张 不然容易出错 什么时候 轮到你教我做事了呀 我只是怕小叔 你一时情急 做错了决定 多嘴 去吧 轻一点 是 殿下 我没事 我在水里稍作休息 你在旁边等一下就好 好 放心 是 还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 这些都是你做的 不是我做的 是我画的图样 找师父帮忙做的 这个美人是谁呀 这是一个大婚人家的小姐 那这个 这个岂不就是一个大会人家的公子了 这是一个山神 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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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完美 跟我一样 你若是不介意 可以叫我星耀 这是我的小字 只有好友才可以这么叫我 好了 你也整理了一天文书 该罚了吧 我送你回去 罚倒是还好 就是被那个冯夕气得头疼 接天大典的资料 需要整理十年的吗 他分明就是在故意整我 你好像对接天大典 很感兴趣 对啊 接天大典再怎么说 也是太史局一年一度 最大的盛典 虽然我官职小 但也还是想出一份力的 那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父皇说 今天的祭天大典 一切从简 为什么 前段时间 冯夕率礼部众人上书 说今年大汗三月 民生多奸 希望父皇体绪民情 父皇自然是从善如流 把今年的祭天大典 从祭坛 改到了玉花园举行 今日白天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 今日完成呢 看来你对祭天大典 真的是很期待 希望明年能不负你所望吧 这个冯夕 他分明就是故意整我 死我 冯夕这个混蛋 先以祭天大典引我入局 又故意罚我整理卷宗 害我错失了刺杀陆远潼的机会 总在跟我作对 太史局是礼部的下属 在冯夕手下办事 确实是苦了你 你若是愿意 玉丰阁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现在就算留在太史局 怕是也没机会见到陆远潼了 你是怕冯夕为难你啊 要不我找他说说 他总不足以博露我的面子 殿下 不 欣阳 你要我再考虑考虑行吗 行 反正呢 我的邀请永远有效 我会在玉丰阁 恭候冬月姑娘 有事 你这种方法 也不想做 哪有事 你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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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在那种方法 你这种方法 马上知道 你这种方法 你这种方法 只是 听都这么晚了 皮影戏早都散场了吧 无妨 其实今夜我府上 还有场更精彩的演出 你可愿意随我去 比皮影戏还精彩 嗯 那我当然要去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有什么办法吗 你先把你的侍女扶脱了 你这事要干什么 在这间房里 自然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什么叫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走 去床上 把衣服脱了 不行 就算是假装演戏 也不能这样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是在救你的命 不是在跟你玩闹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的伤 那为什么你胸前的火气伤 没有自愈呢 休你管 来 这边 有人来了 干什么 别动 有人来了 我福气这张脸 看来是不能要了 你放开我 你 真是 再来 我说一下 去死吧 要是 我去死这张脸 帮你 放开我 有什么 他一关 他任何人 大人还真是随意啊 这儿可是定远侯府 我跟定远侯是自家兄弟 在兄弟家里 我呢 想怎样就怎样 你只是个小小的副将 识相就快滚 说来也奇怪哪 为何我每次抓捕刺客 遇到尚书大人 大人都是在和女子亲惹 到底是因为大人的雅兴太高 还是因为这个女子 真的很美呢 敢对我的女人无礼 刺客伪装成侍女行侧定位后 这是众人有目共睹 侯府女眷 今日宾客皆有名侧可查 不知道大人床上这位女子 是否在名侧之上呢 那里就应该去查名侧 此事已经惊动了陛下 雨林军已将侯府全部包围 你若是想要支开我 趁机让这个女子逃脱 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们两个传成这样 如何面胜呢 你出去 本大人要更衣 走 大胆脏妃 陛下今日驾临侯府 陛下的安全由你负责 居然闯进刺客惊扰圣家 该当何罪 陛下 相爷 交代我一定会给 不过当务之急 是先抓到刺客 刺客趁乱袭击定远后 非但没有成功 反而还受了伤 再加上我打在他身上的 霹雳雷火弹 刺客身上既有刀伤 还有火气伤 只要他敢露面 必定真相大半 上次我警告过你 可你还是执迷不误 不知反省 吃一剑长一智 这回你明白了吧 单凭你一人之力 是没办法杀陆远潼的 不要再做这些傻事 那我让你怎么办 就凭我 在朝堂上 那是他的对手 这朝堂之上 也不是没有人帮你 我会完了 你可以转过来了 走吧 今晚 注定是个漫长的夜晚了 我是银沓的 这样是个停车 你为什么想要 成为家庭的人 你怎么办 身上omat 是个人的 是个人家伤心 有多头 伴仙之体 今天当着陛下的面 你说清楚你究竟是男是女 回陛下 臣是女儿心 冯夕 冬月是你举荐的 他女扮男装 你别告诉朕女不知情 回陛下 冬月女扮男装进入太史局 臣 属实不知情 你 直到臣安侯谋逆案之时 臣才看出端倪 但是臣 已经将冬月是半仙之体的事 上报朝廷 臣害怕陛下责罚 所以才隐瞒 你以为朕一辈子都不知道是吗 如果说冬月是罪犯欺君 那你就是从犯 陛下 臣知罪 冬月女扮男装欺君知罪 乃是臣疑念之差 臣愿受罚 这尚书大人平时都是精明能干 怎么 现在倒是色令至昏了 你以为有贵妃撑腰 朕就不敢治你的罪了是吧 臣领罪 可是冬月为人中军爱国 请陛下给冬月一个机会 让他为国效力 父皇 冬月乃女众豪杰 可看大人 她的为人 儿臣再清楚不过了 求父皇原谅她 这欺君之罪 怎能说饶就饶啊 冬月金太史局 是儿臣一手促成的 若是要罚 儿臣甘愿与冬月一起承担 你 启禀陛下 这欺君之罪可容后在场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立即找出刺客呀 左相说得有理 堂堂定远侯府重兵把守 要是再让凶手逃脱的话 朕是岂有此理 都起来吧 谢陛下 谢父皇 谢陛下 禀陛下 刺客胸前有一处火器伤 是我亲手所伤 若要证明冬月大人并非刺客 何不脱衣验伤 放肆 冬月大人乃半仙之体 仁尽皆知 怎么可能是刺客 你不要为了脱罪 就诬赖我的人 启禀陛下 刺客抓到了 押上来 是 你 他是不是你找人顶替的 启禀陛下 赃副将刚开始搜府的时候 就能不能再让你 不会有分心 你不把沉悸 但现在刺客 只要是 这会是 你会论 你不论 我会论 你不论 我论 你不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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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刺杀陆远潼的明明是我 为什么明珠会替我抵罪 既然他要帮我 为何当初要害我呢 虽然是我安排的 哪一件事你安排的 帮我还是害我 恒恕我说了你不信 陆远潼现在在哪儿 现在 现在已经到竹鸣驿 快到属地了吧 白费了我的一番心血啊 你知道我有多费劲 才把他留在这个地方 你倒好非要刺杀他 给了他离开的理由 还不是你都管闲事 若不是你 当初在竹鸣驿 我一见就刺死他了 哪会有这么多事 说到底 还是你这个大奸臣 助纣为虐 停车 你去哪儿 去救明珠 刺杀朝廷大员是死罪 我不能看着他 替我白白送死 我让刀落 找人替你顶罪 我也没想到 来的是他呀 明珠的事 你一定有办法 对不对 看我 这是个人 不许多 我还一定要看着 付款 你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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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こと 这件事 什么事 好